感谢主 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就是 信心更坚强 我们要不断的在信心上来成长 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患难 不同的事态 可是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以坚强的信心来胜过这一切 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 开旋的我们的信仰的生活 你说好不好 Amen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要更坚强 那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们有想过 你们发现到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 一再的教导们 当然圣经也提到信望爱 信心 盼望和爱 那在这三个里面 虽然最大的事爱 可是这三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而信心真的就是一切的根基 我们需要有信心 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 很简单 因为第一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不能够得救 是不是 以福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心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才能够得救 第二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不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说的 人非有信心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那弟兄姊妹 你要不要得上帝的喜悦 我要 是的 我们要得上帝的喜悦 而感谢主 得神的喜悦 不是说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等等 得上帝的喜悦 神看的就是 你有每一颗相信他的心 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会顺服他 我们就会爱慕他 我们会听从他 我们会追求他 神要的就是一颗 相信他的心 而且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过得胜的信仰生活 是的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所说的 我们行事为人事 不是凭着眼睛所见 而是靠着什么呢 靠着信心 真的 我们的整个信仰生活 都是在于信心 都要相信神 每一天五时五刻 我们都相信做神 不是礼拜天才来相信 不是到了教会才来相信 不是在小组的时候才相信 而是每一天五时五刻 不管是睡觉还是醒来 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 不管是在哪里 我们都是相信神的 我们都是信心的指明的 我们有信心 感谢主 我们能够过这得胜的信仰生活 感谢主 所以信心很重要 而且我们的信心要成长 那可能有的会问说 哎呀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啊 很简单 圣经让我们看见 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 其实连信心本身也是从我们的上帝那里来 信心真的是源自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分给了我们什么 一定尺度的信心 一定尺度的意思就是 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信心 那可能有的说 哎呀 好像他的信心比较大 我的信心比较小 那不是重点 我们先来看罗马书12章3节 所告诉我们的 这里呢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借座所赐给我的恩典 对你们中间的每个人说 不要自视过高 就是不要骄傲 过于所当看的 而要照着什么 照着上帝所分给每个人 信心的尺度 清醒地看自己 也就是说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信心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领受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相信上帝 哈利路亚 那我们都有一份信心 我们都来相信上帝 那我们就有一份责任 什么责任呢 我们的责任就是 把这一份信心 好好的来培养 让它成长 原本软弱的信心 让它成长成为坚强的信心 是不是 原本是微小的信心 我们让它成长成为巨大的信心 真的 所以你不要看说 某某姊妹的信心好像很大 某某弟兄的信心好像很大 不管大还是小 我们要对自己所领受的来负责任 神给了你一份信心 你就好好的来相信 好好的来成长 那你信心不断成长 让你的信心也变成一个刚强巨大的信心 那就是神所要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使徒们他们曾经向耶稣作建了一个祷告 在路加福音他们说 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什么意思 我们的信心小 主啊求祢加添信心给我们 那耶稣有教导他们 什么是信心 耶稣有教导他们这样子来增强信心 但是这里我要说的就是 使徒们有这样的一颗心 他们说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让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也成为我们的追求 阿们 让我们千万不要把信心当作是好像一个 有就有这样子 信心很宝贵 信心很重要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 说主啊加添我的信心 神会加添 神会带领 神会帮助你建立你的信心 而且我们在提摩泰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使徒保罗劝勉提摩泰 劝勉他什么呢 他说你一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 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 一同追求什么 公义信心爱心和平 这里说什么呢 我们要一起的 我们一起求告主的名 一起来追求什么 这里有提到要追求公义 要追求爱心 要追求和平 都要追求 而且里头也提到什么 要追求信心 是的 让我们一起追求信心要更坚强 信心要更壮大 感谢主 并且呢 在铁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感谢上帝什么呢 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呢 他说这本是合一的 因为我看见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为什么他要感谢上帝 因为当他看见在铁撒罗尼加这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 他看见当地的教会 当地的弟兄姊妹信心格外的增长 所以他去感谢神 是的 今天当我们看见彼此信心增长的时候 我们都来感谢神 我们都来赞美神 因为这是美好的事情 哈利路亚 而且呢当然这里继续提到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有信心也有爱心 这一切都不断的成长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今天我们看见信心真的很宝贵 信心真的很重要 我们要来培养他 我们要来兼顾他 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 感谢主 那信心要怎样子才会格外增长呢 首先我们信心要格外增长的话 当然我们要喂养我们的信心 是不是 如果你不喂养他 他饿死了 是不是 那所谓的喂养信心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有基本的 这属灵的生活 属灵的操念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最基本的这些属灵的生活 和追求是什么呢 读经 祷告 敬拜 聚会 团契 服侍 奉献 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属灵生活 和追求 感谢主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这些成分呢 我们有没有读圣经 我们有没有祷告主 敬拜 这里先从个人的敬拜说起 聚会就是我们团体的敬拜 所以团体的敬拜 我们的聚会是圣经的吩咐 没有所谓的 我自己上网就可以了 除非是因为有健康的因素等等 否则的话圣经要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要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的来聚会 一起的来敬拜神 团契 说的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 彼此的连接 我们建立关系 我们彼此的团契 我们彼此的鼓励扶持 很宝贵 感谢主 那服侍就是我们参与 我们服侍上帝 我们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服侍那些非信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社区里面 我们为主做一些事情 服侍 那奉献 奉献给谢主 不是牧师特意加进去的 那真的是圣经的教导 耶稣在他教导里面 他讲到奉献很多 因为奉献真的是很多人的 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问题 而耶稣教导们说 我们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学习慷慨的奉献 那我们才会更加的从主来领受 他一切诸般的属天的祝福 是的 所以奉献是释放我们的心灵 奉献是我们尊荣主上帝 我们要锻炼 这个属灵的生活 属灵的追求 所以这一切都是最基本的 喂养我们的信心 如果你这些都不做的话 那接下来的听也没用了 那接下来要不要听 还是要听 那你说牧师你又说没用 所以重点就是 如果这些你没做的话 赶快做 是不是赶快开始 而不是说就停顿在这边 那第一 喂养你的信心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要操练你的信心 那操练是什么意思呢 操练描述就是 锻炼 有没有 就有些运动员要不要操练 当兵的也要操练 或是那些弹感情的 音乐家 他们是不是也要操练 也要锻炼 当然操练也带有 运用使用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操练信心 也带有我们来运用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锻炼 也是在学习 那可能你说那我们怎样值得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呢 这里的一个比喻就是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是肌肉 我们的身体的肌肉 你的肌肉是不是需要运动 需要使用 如果你的肌肉你不使用的话 久而久之它会失去力量 甚至会萎缩死亡 所以比如说那些可能发生意外或是生病 那比如说躺在床上久了的话 所以医护人员要经常得帮他每天翻身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久了 如果那个肌肉完全没有去运用 没有去动弹的话 它会枯萎 它会失去力量 它肌肉甚至会死亡 因此呢 我们要使用 所以我们要操练 我们要锻炼 那我们的信心的肌肉才会越来越坚强 才会越来越有力量 真的 你锻炼 你使用 你才会强壮 你才会有力量 那在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操练 怎么锻炼 我们信心的肌肉呢 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面对 生命中的种种的失恋和患难的时候 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每次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 那失恋跟患难 在生命中无所不在 不是说每天都遇见问题啦 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 每一天 我们都在面对不同不同的情况 每一天都面对魔鬼的攻击 每天都面对魔鬼的诱惑 然后还有一些 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己的 种种的这些问题麻烦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选择什么 拿起信心的盾牌 我们都选择做什么 以信心来回应 那当我们选择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操练信心 每一次用信心来胜过的时候 我们信心就更加坚强 那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回应 我们用什么回应 我们用自己 用害怕 用不相信 用逃跑来回应的话 我们越逃跑 那我们的信心就越软弱了 我们今天可以跑一次 明天可能又得再跑多一次 越跑离神就越远 越跑我们的信心就越软弱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记住 神给了我们得胜的信心 哈利路亚 你说我信心不是很大 不怕 因为你的上帝很大 那就够了 所以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说我选择相信 你面对患难的时候 你说我有上帝 我相信神 我不会失败 我不会被祂胜过 当你选择信心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被操练 就好像锻炼运动这样子 你信心就越来越坚强 你胜过这个 改天更大的问题来的时候 因为你有过这样的信心的经验 你有过信心这样的见证 你就能够胜过那更大的患难 感谢主 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操练 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 而的确 在生命里面 真的是我们遇见不同的事情 有一句属于说 生命中人生不如意之事 长八九 是不是 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 可能会遇见的事情 不是每一件都如意 是不是有的事情 今天很开心 可是下一件事情 可能你觉得不开心 对不对 而且这些事情有一些是因为别人 有一些是因为自己 不管是好的坏的 坏的事情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别人的错 所以最近社会新闻 你看 无端端的一个人乱乱开车闯红灯就害死了多少人 有些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事情因为别人的错 但也有一些事情是谁的错 是自己的错 我们做出选择 我们影响了自己 然后很不幸的甚至也影响了别人 那这里重点就是 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的回应呢 每个人都会遇见问题 为什么有的 哇遇见问题 可是他人就能够喜乐 人就能够夸胜 就是你选择怎样子的去面对他 有的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充满埋怨 就生气 就怀疑 就害怕 就逃跑 但是呢 有的人可以选择什么 相信上帝 Amen 这是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要选择相信上帝 我们要选择相信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选择用信心来回应 那我们用信心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锻念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胜过 而且信心要因此呢 更加的壮大 感谢主 所以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 我们先看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到第四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提到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世面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看见没有 这里说你落在百般的失恋 失恋就是那些考验的事情 遇到问题 遇到患难 遇到麻烦 这里说什么 你遇到麻烦你反而要打喜乐 你说好像没有理由 遇到问题怎么还能够喜乐 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回应 你用信心来回应的话 那遇见问题你仍就能够喜乐 你仍就能够得胜 第三节说到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知道 因为知道什么 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实验 救生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看见没有 这里说为什么面对问题 我们可以有喜乐 我们可以有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 而这里的知道不是头脑上知道罢了 有的人头脑上知道 可是心里不相信 所以 头脑知道上帝是真的 心里面不相信 结果遇见问题 立刻就埋怨神 神里没有帮助 立刻就害怕 就生气 我们知道 心里面确信 那才是真正的知道 Amen 让圣经的话语不是头脑的知识 而是什么呢 心里面的确信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深信 我们的信心 经过这样的试验 会产生好的效果 什么效果 有忍耐 产生忍耐 让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也就是说 患难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 而在罗马书 也是如此的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到第四节提到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患难 试验 这些讲的都是同样 每一天生活中 我们面对一些患难 面对一些困难 面对一些麻烦 这里说到 就算是面对这一切 我们也是什么呢 欢欢喜喜 雅各苏说 大喜乐 这里说 欢欢喜喜 怎么可能 遇见问题了还欢喜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知道 再一次的 我们知道神的坏 而且心里面确实的相信 我们知道 患难能够产生好处 什么好处 患难生忍耐 雅各苏也是这么说 在患难当中 我们可以产生什么 忍耐的品格 而且忍耐会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那说到这里 你可以说 什么是老恋呢 中文圣经 翻译成老恋的 这个名词 意思就是 经过锻炼 而产生的成熟品格 这就是老恋 也就是说 我们在患难中 如果我们正确的回应 什么是正确的回应 用信心 用信心来回应 用信心回应 那我们因为有神 我们相信 感谢主 神能够帮助我们 于是 在患难当中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盼望 我们不动摇 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 而在这过程当中 这患难为我们生出什么 忍耐的心 老恋就是有成熟的品格 而且老恋生盼望 也就是说 我们对明天有盼望 感谢主 所以患难真的带来益处 什么益处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感谢主 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真的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真的可以伸出忍耐 成熟和盼望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 感谢主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明白的话 那我们的生命反而会更加的成长 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找麻烦 而是说在面对麻烦的时候 我们继续成长 继续的在信心上不断的壮大起来 而实际上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 看看我们的四周围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所谓的成功 哪一方面的这些突破 其实背后都有着经过考验 经过磨练 经过这些得胜欢难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千万不要只是羡慕 看见别人的成功 你有没有看见他在成功之前 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呢 比如说 这些在事业上来说 你看哎呀某个机构很大 某个人生意做得很大 可是绝大部分你知不知道 绝大部分在他事业成功之前 他们都曾经面对过创业的艰难 他们都曾经面对过甚至是破产 从头再来的那些痛苦 那如果你只看见说 哎呀哇他很成功啊 哇生意做得很大 但是背后有经过患难 相比较之下 有的人可能一切一帆风顺 结果呢他的信心很软弱 好像温室里面的小花 一旦有一天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这样呢 就垮了哎呀 然后他就没有信心继续了 那不是说再一次 不是说我们特意去找麻烦 而是说遇到麻烦 不要惧怕 不要惊慌 我们有上帝 我们以信心来回应 于是呢神会带领我们胜过他 那我们胜过之后 我们的信心就被锻炼得操练得更加的壮大 那我们就不用因为这些患难而被击倒了 又再看一看 比如说那些运动员 那些艺术家音乐家等等 你看哇他们今天很厉害是不是 哇跑得那么快拿冠军啊 哇他弹奏那个钢琴弹奏的那么优美啊 或是等等 你说哇他们很成功 可是在这成功的背后 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酸泪水 你有没有想过呢 有一句俗语说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说的就是你在台上的表演可能只是十分钟 可是背后有整整十年的下功夫呢 而下的功夫的时候 当中真的很多的考验 很多的欢乐很多的心酸 但是当一个人带着信心去胜过他 经历他的时候 最终他才能够带出这美好的果效 所以不要只是羡慕人的成功 让我们自己也愿意下苦功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在自然界里面也是这样子啊 你有没有想过黄金要提炼的话 是不是要用大火 把一切的渣子全部都给烧溶掉 所以黄金的提炼需要火的失恋 珍珠因为有一粒沙子进入了棒壳里面 刺激他 伤害他 结果他产生分泌才形成了珍珠 鑽石是在巨大的压力底下才形成的 这里说的就是 在自然界让我们看见 压力困难火炼这些 反而造就了一个美食 又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 比如说 约瑟在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前 他被出卖 他被污蔑 但是他没有放弃信心 他抓住上帝 结果呢 他胜过这一切 是不是 大卫王在成为以色列王之前 他是不是被逼迫 被追杀 但是他抓住信心 相信上帝 结果呢 他胜过了这一切 最终登上王位 就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 在他回到天父右手边之前 他在地上为我们丧失之架 有没有 他被人们羞辱 他受痛苦 丧失之架 被鞭打等等 在皇冠之前 还有经济所编成的冠冕呢 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可能面对一些挑战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从圣的话里面来学习吧 不要害怕 Amen 真的 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害怕 不要后退 不要放弃你的信心 你要做什么 你要以信心来回应 并且知道你会得胜 你得胜之后 你不只是胜过这个问题 而且你信心更坚强 你信心更壮大 那信心越大 我们更加能够面对 这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 一切的问题呢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强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说说 我们怎样子的用信心来面对患难吧 感谢主 说到患难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就充满患难 可是他却胜过了 所以我们想到谁 想到约伯 当然圣经很多人物都有面对患难 是不是 每一个都是用信心来胜过患难的 而今天我们就集中在约伯的身上吧 我们看看约伯怎样子的 以信心来面对他的患难 以致他的生命能够胜过患难 并且能领受神丰盛的生命 感谢主 第一 因为他选择相信上帝 我们一起来说 选择相信上帝 是的 面对患难的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个选择 你是要 害怕 害怕 怀疑 不相信 生气 埋怨 逃跑 还是你要选择神啊我相信你 而约伯选择相信上帝 在约伯记第一章 第二十二十二节 这里我们看见 约伯变起来 撕裂外袍 剃了头 附在地上下拜 下拜 他下拜谁 下拜上帝 然后他说什么 我赤身处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毁 也就是说 我两手空空的来 我两手空空的走 可是呢 在这一切当中 我深信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赏赐的是谁 耶和华上帝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 有些时候上帝赏赐我一些事物 有些时候他从我身上收取一些事物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他 我知道他的美意 所以耶和华的名字是应当承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妄凭上帝 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们看见约伯的故事里面 约伯他很相信上帝 他很虔诚 那他在生活当中 他可以说是当时的大富豪 他有很多的产业 然后他的家庭也是很美满 那照理来说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很幸福 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不会遇见问题 但事实上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 你再有钱还是会面对一些问题 有不同的问题 可是生命中总会有患难 总会有挑战 而约伯他面对的问题是 就是魔鬼要来攻击他 那你读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 因为约伯虔诚向主 上帝都称赞他 你说上帝称赞你好不好 你要不要上帝称赞你 有的人说有 上帝称赞约伯 然后结果考验就来了 不过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害怕 上帝能够称赞约伯 上帝知道约伯 上帝也保护约伯的 所以虽然魔鬼来攻击他 怎么攻击他 魔鬼来破坏他的产业 来攻击他的家人等等 而在这一切里头感谢主 我们看见约伯他选择相信上帝 怎么相信上帝 就是他以赞美敬拜的心来回应呢 感谢主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做什么他赞美神 所以你学习这个功课的话 那不管什么患难领导都不能够胜过你 魔鬼要来攻打你 你反而说赞美神 结果魔鬼说不要攻打他了 你越来跟他找麻烦 他越赞美上帝 魔鬼知道逃跑了 说真的 如果你遇到问题你就埋怨 魔鬼说知道了 那我更加要跟他捣蛋 让他不断埋怨 让他不要赞美神 魔鬼就更加的来跟你捣蛋 所以 这是一个好像很浅显的道理 但是真的 我们学习约伯的这个见证吧 在困难当中 他说我本来就是两手空空而来 现在就算我失去一切 我也不怕 为什么我还是有上帝 他说赏赐的是上帝 收取的是上帝 上帝的名字应当称颂 他选择赞美神 所以我们如果在凡事上都赞美神的话 你就真的得胜了 你赞美神 结果呢 那问题越来越下 问题就会不见掉 你选择赞美神 那就是信心的运用 信心的表达 我们赞美神 我们感谢神 而且留意第二十二节所说的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妄凭上帝 说的就是 在这一切事情上 他没有埋怨 神啊 为什么你让这个问题临到 他没有怪罪上帝 这个很重要 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 遇见困难 我们就埋怨神 遇见困难 我们就说神你不帮助我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说对你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结果你反而失去信心 反而失去了祝福 约伯 面对问题 他不妄凭上帝 他相信上帝 他赞美上帝 哈利路亚 那你说 哇 说到这里 好像问题立刻解决 不是 不是问题 不是每次都立刻解决 但是重点就是 你相信神 最后问题一定解决 哈利路亚 所以感谢主 那在约伯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魔鬼设法又来攻击他 第一次不成功 第二次又来 这一次呢 魔鬼攻击约伯的身体健康 让他长很多的毒疮 哇 他很痛苦 有没有 他坐在地上用瓦片来挂自己的身体 结果连他的妻子也对他说 你不如弃绝上帝不要相信了 还要他没有听他妻子的话 他 no 我还是要相信上帝 他的选择才是对的 他在这一切当中呢 他仍旧相信上帝 结果他就真的得胜了 记住这个故事吧 记住约伯的见证吧 记住约伯给我们的鼓励吧 感谢主 而且呢 在这当中 他也面对了 面对了 他的朋友给的压力 他三个朋友听说他遇见问题 原意是来鼓励他 但是来的时候 结果反而呢 说了一些话 反而不是鼓励他 反而是令他更加难过 他的朋友说你一定是有罪啦 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啦 所以才会遇见问题啦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过 没有的话不要遇见 总之呢 有没有过错我们自己要回应神 有过错我们忏悔认罪 没有过错那 没事 不要管人家怎么讲 不管人家怎么批评 嘴巴在人的身上 他讲他的 我们在神面前要真诚 要相信 那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这一切里面呢 约伯相信神 结果呢 最后他得胜这一切 那说到这里 可能弟兄姊妹听起来 有点担心说 可是听起来很可怕 如果问题临到我 我不知道我承受得住吗 那这里弟兄姊妹 我们选择相信神 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 也要相信神的信实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 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 Amen 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 他不会让你过度的考验领导 就好像我们得经过小学 才能够上中学 是不是 一步一步来 上帝没有说 你从小学就得去考大学的测验 没有 是不是 就好像在运动员 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去参加奥林比克运动会呢 是不是 只有那些最强的才能够去参加 那你要参加之前你还得先参加其他的比较小的比赛呢 说的就是有一个过程 所以神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 神绝对不会让你呢 面对你受不了的 所以每一次如果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说感谢主 主知道我能够承受 我一定能够胜过 那你就能够胜过 而且每一次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就第一件事情赞美上帝 那就是你信心的表达 你越赞美神 你的信心就越坚强 你越赞美神 你心里面就欢欢喜喜的 欢欢喜喜的你说什么 说感谢主 因为我的信心要操练得更坚强 魔鬼说 不是我要害你 你说我不怕 因为有上帝 所以这个问题会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强 魔鬼就只好逃跑了 我们以信心来回应 怎么回应 第一我们选择相信上帝 第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上帝 来我们一起说 紧紧抓住上帝 在约伯记第19章 我们看见约伯这么说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你知不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呢 而感谢主在我们心愿里面 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战胜死亡 从使你复活 他永远活着 你知不知道呢 不是头脑知道 而是心里面确实知道 心里面确实相信 我的救主活着 那最重要 约伯失去了很多东西 他失去了他的财产 他失去了他的骆驼 他的驴子 他的牛羊 他失去了他的财产 他甚至失去了他的健康 他的家庭等等 但是在这一切事情里面 他没有失去信心 他没有失去上帝 他没有失去 他心里面对神的缺失相信 那才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你不失去信心 那你就有希望 只要你不失去信心 神能够为你翻转 而神也的确为约伯翻转 今天怕的就是 你没失去那么多 你就已经失去信心了 弟兄姊妹 让我们抓住 抓住我们的上帝吧 所以约伯失去这一切 可是他抓住神 你抓住神你就不怕 你抓住上帝 上帝能够为你翻转 上帝能够为你施行拯救 约伯选择抓住上帝 他不放手 那你说怎么抓 很简单 在呼求中 在祷告中 我们来抓住上帝 是的 他呼求上帝 他不放弃上帝 他抓住上帝 在祷告中 在呼求中 他抓住神 结果感谢主 神为他来施行拯救 就好像雅各 他抓住 像他显现的上帝说 你不祝福我 我不让你走 让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可慕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吧 抓住他 而神真的会祝福你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记住这句话 不该抓的不要抓 不该放的不要放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不该抓的我们拼命抓 什么是不该抓的 我们抓住埋怨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抓住过去 哎呀 你看啊 我经过这么多痛苦啊 我们抓住别人的批评啊 我们抓住一些不该抓的 然后不该放的我们反而放了 你放弃什么 放弃了信心 放弃了爱心 放弃了赞美 放弃了祷告 结果你就失去了一切 今天你要抓的是上帝 阿们 紧紧抓住上帝 你不该放弃的是信心 也就是说 你抓住上帝 抓住信心 那你绝对 绝对会胜过 你所面对的每一个考验 哈利路亚 很多年前在美国 有两个人呢 就驾驶一辆小型的飞机 从那美国很大 他们就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种小型的飞机 那一个是机师 一个呢就在机舱里面 那可是 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那那个机舱的 那个机舱的门没有算好 结果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一个亮枪 那个门呢就打开了 而在机舱里面的那一个人呢 一个亮枪结果呢 就跌了出去 然后 还好他跌出去的时候 他赶紧抓住了那一道门 那道门开了 有没有 而那个机师竟然不知道 那机师还不知道 还开心了 开着那个飞机 一面开啊一面开啊 而那个 他的朋友呢 抓住那个门 死死抓住 死死抓住 飞机飞啊飞啊 然后 他能够放手吗 放手会怎样子 就掉下来就死了 是不是 不能放手 不能够放手 他紧紧抓住 最后呢 抵达目的地 飞机降落了 哈 那个机师下来 哈 才知道 哇 赶快打电话 然后叫救商车来 真实的故事 那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 后面的那个人 还是不放手 为什么不放手 因为抓得太紧 整个手指关键全部僵硬了 死死抓住 然后医护人员得帮他 最后才松开手指 把他送去医院检查 结果呢 还好 没有受伤 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有些时候你真的不能够放手 放手就死了 那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要抓住上帝 不要放手 你放手你就没了 真的 什么都可以放 上帝你不可以放 信心你不可以放 你紧紧抓住神 感谢主 你会使你逃生 你紧紧抓住神 神会叫你呢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紧紧的抓住神 软弱会变成刚强 疾病会得到医治 哈利路亚 缺乏会得到供应 是的 我们的上帝 真的是信师的上帝 我们紧紧抓住他 绝对不会错 怎么抓 呼求他吧 怎么抓 祷告主吧 是的 赞美主 祷告主 抓住他 不要放弃 你会看见 神 怎样指的 为你开红海 神怎样指的 为你带来翻转 神真的是 我们信实可靠的上帝 第三件事情 我们看见约伯 他不只是选择相信 他不只是紧紧的抓住 而且第三件事情 他亲身的来经历他的上帝 他亲身的经历上帝 怎么说 在约伯记第42章第5节 他这里说到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什么叫封闻 封闻就是听说 听的人家说 他从前只是封闻 听说关于上帝 他说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现在我亲眼来经历上帝 上帝是个灵 这里说的不是肉眼 而是在心灵深处 真的来经历他 真的来认识他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都来相信上帝了 可是我们要每一天的 来亲身经历他 我们真的要来认识他 不要只是听说 不要只是听人家说 上帝好我相信 因为别人说的 我们来相信神 不要因为别人的信心 不因为牧师的信心 朋友的信心 家人的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 真的是发自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真的来相信他 我真的来认识他 我真的来经历他 约伯他原本就很相信神 可是经过这些的患难之中 感谢主他亲眼的来经历 亲眼的来认识上帝的信实 认识上帝的伟大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的信仰 不要只是停留在礼拜天 来聚会罢了 让我们的信仰是每一天 无时无刻是真实的 是经历他的 那在这过程当中 你要等候他 你要来亲近他 可是就是我们选择亲近他的时候 你就更加的来亲眼看见他 亲身的来经历他呢 弟兄姊妹们 人生的道路可能我们遇见一些麻烦 可能你说这条路不好走 可能你说为什么这么苦 但是在这一切里面 你相信神 你抓住神 你来经历他 你就会发觉到 原来在这一路上 有神与你同行呢 那才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 不只是说呼求他 那为我们解决问题罢了 而是他与我们亲身同行 他与我们同在 是的 他与我们同在 那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我们这么说 人生最宝贵的礼物 并非没有苦难 而是在苦难当中 有上帝的同在 弟兄姊妹 那就是最大的福分 那你怎么知道有上帝同在 因为你来亲近他 你来亲近他 是的 你来经历他 你就知道 哦 感谢主 他给平安 哦 他给 哦 我们 奇妙的同在 原来 他一直都在 Amen 是的 有一首诗歌说 原来 他一直都在 真的 上帝一直都在 弟兄姊妹 我想那就是最大的祝福 哦 在患难当中 神肯定要为你解决 Amen 但是在还没解决之前 有神同在 那就是祝福了 弟兄姊妹 你不要怕 有神与你同在 你还害怕什么呢 哦 有神的平安 来保守你的心 让你呢 能够坚强的 经过这一切 感谢主 Hallelujah 于是你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强 今天 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 还是即将面对什么问题 记住这一点 神与你同在 神给你平安 那你就什么都不怕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与我同在 他的话语已经告诉你 而且呢你来亲近他吧 是的 你说神啊我需要你 我不要只是听说 我真的要来看见你 认识你 你会发觉到 你来亲近神 神也来亲近你 Amen 是的 你来亲近他 怎么亲近他 你来到他面前 不管是透过聚会 透过读经祷告 在这一切里面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说 神啊我来亲近你 你会发觉到 神真的很真实的 向你来显现 让你知道他的真实 让你知道他的平安 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在 于是神翻转你的生命 所以在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 在故事的结局 约伯经过的这些考验 他抓住神 他相信神 他经历神 然后呢 神给他得胜 在第10节说到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什么朋友 那三个 原本是要安慰他 结果变成来批评他的朋友 上帝说 你们这三个乱说话 你们需要约伯为你们祷告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看见没有 从苦境转回 哈利路亚意思就是什么 苦的变成甜的 Amen 而且神加倍的赐给他 后来的福气 比先前更多 好不好 好 哈利路亚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切里面 约伯用信心来回应 如果约伯不相信 如果约伯放弃信心 就没有这个见证 他只是一辈子在那边埋怨 一辈子在那边诉说 哎呀 神没有帮助我 但是你相信神 神一定帮助你 而且很奇妙的就是 经文说约伯为他朋友祷告 你说这句话好像没什么特别 特别之处在于 当约伯为朋友祷告的时候 还没有看见祝福 也就是说他 刚刚就是这些问题 全部还在的时候 神说你为你朋友祷告 一般上 我们说我有问题 你为我祷告 可是上帝说你为你朋友祷告 而约伯有这样的信心 他真的为朋友祷告 上帝就答应他的祷告 然后 然后神才翻转他 你看见没有 这真的很奇妙对不对 这就是信心 在问题当中我们相信神 甚至我们能够为别人祷告 你说我有问题 怎么可以为别人祷告 可以 你越为别人祷告 你越要蒙福呢 你越为别人祷告 那你的信心就越壮大 是的 如果你能够为别人祷告 特别是为那些逼迫你 伤害你的人祷告的话 你就不再是受害者 而是得胜者 记住这句话 如果约伯老说 他们讲我 他们讲我 他永远不会得胜 可是他能够为他们祷告 表示什么 他是一个得胜者 他不是受害者 今天我们相信神 我们就是得胜者 而且是得胜有余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学习祷告 不只是为自己祷告 能够为别人祷告 那就是信心的得胜 哈利路亚 结果呢 最后故事的结局 约伯他受苦九个月 好像生孩子 他受苦九个月 蒙福一百四十年 以前的人很长命 约瑟的故事 他受苦十三年 结果蒙福八十年 什么意思 上帝的祝福 远远大过你的苦难 你要相信 你相信这个 你就会看见突破 我们要来宣告 你要说上帝的祝福 远远大过我的苦难 好不好 来 上帝的祝福 远远大过我的苦难 Amen 哈利路亚 你真的要相信 你真的要相信 相信了你就要看见 相信了就要领受 真的 问题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大 其实呢 并不大 因为你的上帝是那么的大 而且上帝的祝福 远远的大过你的这个问题 Amen 以你要相信神 哈利路亚 所以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强大 不要相信魔鬼 魔鬼说 怎样怎样 你不要相信魔鬼 你不要相信环境 你不要看环境说 绝望了 不是 你不要相信魔鬼 你不要相信环境 你要相信你的上帝 你要相信圣经的话语 你要相信 上帝的祝福大过这一切 Amen 哈利路亚 那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强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都成为信心坚强的子民 感谢主 而上帝的祝福 要大大的厚厚的浇灌在你身上 Amen 我们一起站立 哈利路亚 感谢主